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現在是2023年進入了套年 都是我的年來的 我本命年 暴露了年齡的第一條影片 現在新年都過得差不多 但再祝多一次大家恭喜發財 最重要是今年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希望龍馬精神 大家裁員廣盡 進入了今年 或是由去年的年中年尾開始 因為隨著很多加息 市場狀況 整個溫哥華的樓市 我想不止溫哥華 即使香港或全球的經濟樓市都是下滑的 所以看樓的人買樓的人少了 審慎了很多 所以整個行業都受影響 我們今年作為地產經紀 或者作為大家的朋友 在影片上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都會覺得 所有東西都要放慢一點 然後就審慎一點 所以以往我們會很著弱地跟大家介紹新的樓盤 大家快點去保 爭位 入表 和發展商搶 我覺得今年大家真的可以審慎多一點 有機會繼續加息 也可能加息會放緩 但是你說整體的市場環境 又未必可以說很快可以回復到 去年2021、2022那種比較瘋狂的狀態 所以我知道還有很多朋友 他們是不同的情況 有些是準備回流的 有些可能未這麼快回流 但都打算在這個市場上收拾東西的 也有很多朋友是公簽、學簽 差不多可能已經夠一年的期了 準備今年已經可以遞交PR等等 所以都覺得可以繼續分享多些資訊給大家 不過大家在買賣樓的時候 都可以是 take your time 省慎一點就不用跟別人爭 分析多些市場狀況再做決定 我們今天或者可能我們有一個系列的影片 其實會主要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們之前有買過或者去年前年 都有很多的樓花盤 他們由2020、2021、2022開始賣 但你知道這裏找高華的樓花 不會好像香港那樣兩年交樓 可能只有三、四年、四、五年、五、六年 所以我們都會想藉著這些影片 可以給同樣買過的客人 或者就算你不是同樣買的 你可能跟其他經紀或者發展商買 你可能遠在香港 或者是其他地方Paira Toronto 都想知道這些項目的更新是怎樣的 我們就希望藉著這個機會 我們會拍一些樓盤的興建建築物更新 給大家 順便亦可以分享樓盤周圍的社區 以及還有沒有尾盤在賣 對不同的人 我們由今天先由Richmond說起 如果我們說是列治民比較方便的社區 例如有Skytrain Portal 有很多食肆 有高樓大廈混雜的區域 其實是不多的 當然Richmond很大 離開這些區域就有Townhouse Condo Townhouse和House 那些就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現在會重點說一說 幾個比較密集型的社區 的發展都是比較方便 也有很多朋友回流 或者移民過來 可能是首先住幾年才熟悉一下環境 之後再Upsize 或者搬去別處 我們今天說的地區就是Captain Captain這一個地區 我想大家都熟悉 不過又不是很流行 但其實它的發展或配套 其實已經很成熟 以往由Captain 我們現在這個街 那邊是No.3 Road 我後面這條就是Captain Way 那個Skytrain站是增設上去的 它和下一站Alberdine的距離其實都很近 即是說可能Walking Distance 10分鐘不到就可以到的了 那這個位置的話 我們之前有賣過的樓盤 正在建的樓花 就是Concord Galleria 大家看到其實現在這個樓盤 其實分兩期的 一個早些交樓 今年其實現在我下個月 二月頭已經會和客人去做Walkthrough的 就是Da Vinci 現在大家看到這一座樓 它們其實外觀都已經完成了 裡面大部份單位都已經安裝好 廚櫃、電器做好了 現在已經是外面街 大家看到是在做Landskipping 所以它有一點改道、風路 在做外面的圓藝 大家看到那邊大堂的地方 都已經做到七七八八 接著Da Vinci再向Skytrain進去 大家看到旁邊那座樓 那個就是另一旗的 就叫做Piccasso 在地理位置上 Piccasso就會再近一點Skytrain 但它們兩座樓基本上是同一個屋苑 所以裡面都會有一些內街 Piccasso的話 預計交樓日期 可能會再晚一點 即今年年底、明年年初 因為它有一個 portion 其實我們走過來就會看到 Da Vinci就好像是L型 加一舊仔 Piccasso就是Moled一個U-shape 兩邊有一點高的 高的那一道 它都已經站得很高了 已經入面開始做內裝了 他們這個Gallaria的樓盤 現在仍然有單位可以賣 可能比較適合一些 未來半年 一年內 你想可以入住的一些朋友 不過大家也要留意 因為其實政府是出台了 Foreign Buyer Band 即是說外國人現在是不可以再買樓 當然它有些exemption 就是說是Work Permit 或者Study Permit 如果你有這些Permit可以買 但其實就算是Work Permit 和Study Permit 它都有額外的條件 Study Permit 它要求你買的樓 只可以是50萬樓下 所以好像大部分 Richmond、Bernerby、Rancouver的項目 大家都考慮不到 可能是有些邊緣地區 舊一點的現樓 另外也要有你相當年數的 報稅紀錄才可以 所以其實如果有三年報稅紀錄 大家都申請了PL 要等大家成功申請到PL 之後再可以購買 不過不要緊 我們繼續分享一下樓盤的更新 剛剛說到Da Vinci 基本上已經建好可以交樓了 Picasso 再需要多點時間 而Picasso的這個方向 其實這座高座的後面 也有它自己的公園 以前這個Caption 除了Concord Galleria這座樓之外 大家看到附近 也有現樓的盤 其實都建好了 因為它也不是一個 即是新開發或者很荒涼的地方 本身Caption這個地方 已經有很多的配套 例如它最近 這個是Da Vinci 過馬路對面過來 這裡已經是新城市廣場 新城市廣場是平面發展的 也挺大的 跟香港的新城市廣場不同 這邊也有車行的 這個新城市廣場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全部範圍都是一間間不同的小店 大量的食肆 不同類型的食物 譬如說這裡有一間 這個是探宵調酒現代中餐 也有卡拉OK 有咖啡店 有一些內地村菜 那些菜式 也有日本食物 也有耕食的 我最近電工 我記得是Shawn 我們之前機仔 他在我們家裡是裝電的 我們這位電工朋友 很喜歡吃這裡的一間餐 也叫耕食的 我們每次出來都是吃的 我看著東西的 然後就有這個卡拉OK 除了這些吃的玩的 這個mall裡面 也有一個超級市場 就是那個好像2000 Price 2000 我忘了這邊還是那邊 有個小小 即是中型也不小 中型的超級市場 有Salon 這裏有兩間髮型屋 那裏都有 然後也有一方 就是喝珍珠奶茶那些 然後有配眼鏡的 有看牙醫體Clinic的醫生 亦都有買保險 理財等 總之其實 為何說這個地區 它其實是挺發展成熟呢 耕食機在那裏 那超級市場在對面 我們可以去到這裏 新城市改進其實很大 新城市廣場就是最近的mall 因為基本上你下樓 它的lobby 已經是正對著Capstan 直接過馬路就已經到的了 接著如果這個商場你試驗了 也不要緊 因為緊貼著新城市廣場的後面 就是智利廣場 又是另一個雙類似的mall 有很多飲飲食食配套 買海味什麼都有的 前面那個商場仔 就有個加加加拉麵也挺好吃的 我剛來的時候很喜歡去那裏吃的 這裏整個商場也是的 除了這個商場的配套 就有Skytrain 另外如果我們向3號路的方向走過去 就有更大的超級市場 就是T&T的大統華 那裏也有food court 有很多東西買的 所以都是很方便的 其實我們都可以走過去 跟大家走一下街景 因為這邊的condo 例如剛剛介紹的Gallaria也好 後面那幾座Polygon的樓也好 你昨天吃過的 我們前幾天才吃過這個G醬 大家都可以來試試看 這邊的condo和香港很不同 這邊的房間的數量 通常都是以一房和兩房為主 所以如果你是一家大小 說有老人家 又爸爸媽媽有兩個小朋友 可能你的空間就會比較小 這些是說方便的區 適合大家 可能剛過來 兩三年 小朋友不是太大 然後就可以先住 之後熟悉了 或者大家都考了車牌了 因為起碼你住在這個地方 你耕食器在這裡 大家起碼你住在這個地方 基本上可以不用駕駛 以前沒有Captain這個站 都還說差一點 因為走去Arbredin的站 都差不多10分鐘 現在Captain的站開了 變成你真的真的 車都可以不用駛 這裡解決了吃、買東西 然後就可以Skytrain 上去Ritchman Center 或者上去Vancouver 黑色這塊東西 就已經是八百半的商場 八百半商場裡面 最重要的是大統華 即是俄西卡 大家可以在那裏買菜 其實還未去到大統華之前 都有一個Canadian Tide 這個店鋪其實很方便 住開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什麼 不是太熟悉那位 加拿大的朋友 Canadian Tide 不只是買輪胎 即是不只是買輪胎 它是一個很大型的雜貨店 再加上有一個很大的汽車類的部門 所以跟大家進去看看 Skytrain 站就在那裏 大家看到那個站的框架已經形成了 應該都今年內可以在那裏 正式通車或者可以用那個站 大家住在Gallaria的朋友就可以馬上用 它基本上是最近的那個站 亦都是最近附近的商場 我們這樣直到前面 就已經是Picasso 當然站的附近都有其他樓盤 而且都是比較新的建築 它對面我沒有記錯就是ViuStar 都是去年前年落成的項目 都是新樓 所以這個地區比較多新的屋苑類發展 這邊就是Tide的部門 它是可以幫你換胎 你可以在那裏買新胎 有些Surface Appointment 你可以去預約可以在那裏做的 亦都有很多汽車的配件 譬如說車墊 不同的洗車的清潔劑 很多不同的配件都可以在那裏買 不只是買車的裝修都可以 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裡面都好像是一個微型的Home Depot 有很多不同的裝修類 譬如花灑頭 水龍頭 燈也都有 亦都有些小型的電器 我們現在去看看 不知道給不給拍 好像我們進來 右手邊大家已經看到 很多的車墊 這些東西 那些都是不同的 那些是機油還是什麼 升熱劑 全部都是車 然後來到這裏 就有很多不同的電器 現在譬如說 熱飲飲飲食都有 這些不同的咖啡機 然後我看到後面好像有些煲鍋 所以大家就算住在這裏附近 你不用 很痛 很痛 全部都是煲鍋 這裏的選擇 分分鐘多於你去大桶華 去那些看 全部都掛在這裏 然後這裏也是 有各種各樣煮食 或者戶外玩 或者你家製食的電器 所以其實都很多的 然後波波碟碟碟碟碟碟 然後這些手套煮食 現在很流行這些 氣炸鍋 對 氣炸鍋 大家會看到 其實不要再看到 那個胎字 就以為只是買輪胎 其實是賣很多東西 我可能看到 這裏不關我事 這裏有很多煮食器材 對了 垃圾桶 有些朋友 如果你賣攤房子 有些時候 你應該要有自己的垃圾桶 如果想要留下那個給你 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垃圾桶壞了 爛了 或者很糟 你都可以去買不同的垃圾桶 它有分的 買個有輪胎的 買個輪胎的比較好 這些黑色是垃圾桶 然後藍色是回收類的 應該有些灰色的 就是廚餘桶 這裏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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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 這裏是Garden Center 冬天的時候 就少些去的 去到Summer Time 有時候 大家想買些花 買些花瓶 買些古典精怪的圓藝 特別是家裡有 家裡的房子 或是Town House 有個Backyard的朋友 都可以過來看看 買橙 買個橙 買個橙 那是橙雪 對 橙雪 這些都是圓藝類的用品 它應該在冬天 冬天是閉嘴的 春天 大家過來看 這裏出去 它可能會有個露天 放一些植物 即花花草草 可以買的 那Canadian High 和大家分享差不多了 Canadian High 走過來這裏 已經進入了 它其實是內街 這裏已經進入了八百半中心的地方 首先已經進入了 就是一個叫福興樓的手樓 我還未去過這裏 是甚麼來的 不知道 是茶樓 應該是Seafood餐廳 這裏是很大的停車場 便向著3號路 那個八百半中心 為甚麼要笑 是甚麼停車場很漂亮 不知道 我不是 繼續 OK 那八百半中心 我們其實也不是很多 不過最印象深刻 就是有幾樣東西 一個就是 裡面有一個大統華 類似大統華的物件 另外就是有一個餐廳 裡面我經常去買咖哩雞 我們一進去 如果這個入口一進去 就已經是八百半中心的餐廳 餐廳好像沒有以前那樣輕盛 但是大唐燒蠟還在 是 所以大家要吃東西的話 如果剛才 在說 那個叫做甚麼 修城市廣場那裏 食驗了 或者想過來這裏 都可以過來 food call 看看 都有很多兩送飯 咖哩 對 海蠟其實沒甚麼變 我記得大唐燒蠟 咖哩屋 可以買些大唐燒蠟 然後前面那個就是大統華 叫俄沙卡的超級市場 二樓三樓沒去過 去看看有甚麼二樓三樓 很多這些蝴蝶欄 沒有人買 一特價可能 對 這個商場比較細型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對 裡面還有一些小店 店舖 很多不同的海賓 買些花膠 買些花膠 這些要認識人才會 因為被人騙 好 那些雜貨店 那些蚊帳 那些蚊帳 封車也有 對 看看那些封車 這些就是升五 一模一樣 對 升五其五 這些多錢 四頭蜂傘 8元 這麼多便宜 是很便宜 我們在年宵買的 那些 差不多 跟我們的價錢 是嗎 我們跟我們當初的價錢 差不多 不錯 這裡有些過年氣氛 哇 這些是結婚的套裝 茶壺 我們當年用甚麼 已經忘記了 哪裡來的 我們現在去Lansdown 和Richmond Center 看看那邊 看看我們賣過Lux的項目 發展商是Townline 那個的話 就會是2025年左右交樓 然後再到Richmond Center 就是Shade 發展商 那就是2025至2026交樓 我們都會分別去看看 現在的樓盤是怎樣 好 另外 這個樓盤 因為現在新年 都有做新年優惠 我前兩天去了Concord 的活動 除了Gallaria 是Concord之外 Brandwood的Oasis 也是其他旗下的樓盤 包括Surry的Park George 這三個樓盤都同樣做新年優惠 今次的新年優惠 我覺得他們頗有心意 因為他們是做Mortgage Interest 簡單來說 我跟中文說 就是幫大家付一半利息 在一個期間 即是最少都幫大家付六個月 最多最多可以付到24個月 他幫你付這個利息的形式 不會太煩 將來交了樓 還要拿著賬單和對數 或一在你交樓的時候 便會當成現金回陣的形式 扣了給你 至於如何決定六至二十四個月 這便是一個抽獎的形式 即是大家如果有興趣 看正確的單位 我們在售樓處 Carrie便會和你去抽禮事封 裡面便會寫了多少個月的優惠 六十二十八二十四 到底金額其實是多少 買一個八十萬的單位 就算最少最少六個月 都可以減到大約八千元左右 如果抽到最幸運的二十四個月 都差不多到三萬元 例如你買到三房八四五萬 例如Oasis那邊的三房 八四萬左右 你便可以拿到優惠到六萬多元 看數額多少 以上就是Concord給大眾的優惠 我也很開心 如果大家找我做你的代表去買 但如果你說自己本身有經紀 去Concord買的話 截至二月十九日之前 都會有這個優惠 Carrie這邊可以給大家 什麼獨家優惠呢 就是我問Concord 拿了為數比較少的 可以做到三十個月的優惠 即是剛才去Concord抽 最終是二十四個月 但實際上我這邊還有一張三十個月 簡單來說 如果用籌仙一房八十萬來計 再幫大家拿到五千元 可以是三萬不再有的優惠 於三十個月 希望我剛剛說的資訊 可以幫到大家 也是啦 片尾最後跟大家說一句 現在市場環境複雜 所以大家都是審慎投資 買樓那些也要先看看 不用太心急 為了什麼優惠就要馬上去買 這些都是純粹分享 希望真的需要買的朋友可以幫到大家 那好吧